112年1月1日起 基本工资月薪调整至26,400元 去年9月彩排版基本工资 从每小时168调整到每小时176 如今又有机会加到更多 而且国发会主委公民心就透露 政府过去7年都调整基本工资 是对国家共好的承诺 未来也会继续落实 分配正义已先预留伏笔 调到两万八 有部长支持 19日劳动部也要造集 劳资政学四方代表 进行第二季基本工资工作小组会议 以现行基本工资为例 两万六千四百元的月薪 若采过往计算方式 渴望有三点二八趴的调幅 月薪有机会来到 两万七千两百六十五 实行也可来到一八六 最快今年第三季将订案 但取凡先前租金补贴 社宅政策都跟年轻人直接相关 难不成这回也在替选举故装 之前每一次问到这个问题 大家就会说好像选举年调比较多 又或者是说现在通膨指数这么高 我们应该要调高比较多 蔡总统就曾经说过 最低工资法应该要尽快的来立法 但是时至今日几经经过了快要八年 却完全没有看到法案 要让劳工有感 却未见法案如今任期进入倒数阶段 作为总统心中最软的一块 劳工多得是期待 TVBS选红富拉里 组合叶峰伟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